說明臺灣國這個地學到後面的聲音 臺北國中在來 很多地方臺灣的學校 第一次去香港來進行實體的教訓 因為香港的中心是沒有基於教教 去應學術能力 沒有那麼好的學生當中報名 強調臺灣技術高中的道館 新學副都北台也支出 香港家庭最近幾年是選擇國際教育 流行上泰國的國際學校 但是臺灣國際教育發展 後有國中雙人學位 IP和AP庫定收費也比較少 這部分很多香港的家庭政策也不知道 第一次到香港實體教訓 兩天去應一百多人 有議員來臺灣先讓香港學生加家庭 參加的臺灣學校任務 民對民這麼少跟副都增加經驗 今年有希望比今年十三位 香港學生加家庭政策 新志明台北報導